1912年4月15日,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在守航图中不幸碰撞冰山,因此沉默,造成1500多人死亡。 1991年8月9日,欧洲科学海洋考察船在冰岛,发现一座冰山上坐着一位60多岁的男子,他穿着本世纪初的船长制服,静静地吸着烟斗,双目眺望着大海。 没想到,他就是沉默在大西洋中的泰坦尼克号船长史密斯。 史密斯船长被救上这艘科学考察船,立即被送往奥斯路。 各家媒体对此其特超自然现象做了更为具体的报道,随之时空隧道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。 史密斯船长一直认为泰坦尼克沉默事发生在昨天。 经著名的精神病心理学家玉兰特博士,认真检查后,认为他生理和心理一切正常。 经指纹和照片验证和航海记录表明,救起的这位老人的确是史密斯船长。 此事如何解释呢? 欧美的有关海事机构认为,史密斯船长是属于穿越时光、在线的失踪人。 另一位幸存者问妮,考特是在冰岛被发现和救出的,他穿着本世纪初的服装,坚持认为时间是1912年,并重复地询问其他的幸存者怎么样了。 有的学者认为,时空隧道可能与宇宙中的黑洞有关。 黑洞是人眼睛看不到的吸引力世界,然而却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时空隧道。 人一旦被吸入黑洞中,就什么知觉也没有了。 当他回到光明世界时只能回想起被吸入以前的事,而对进入黑洞遨游无论多长时间,他都一概不知。 1934年,在美国菲拉迪尔菲亚港,有一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,正启程员还驶去。 突然,一阵波涛袭来,还没等斯多把稳方向,转瞬间,这艘船却神奇地在弗台尼亚州东南部的诺福克海港出现了。 舰长、大副、领航、斯多和水手们个个睁大了眼睛,面面相去,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舰长紧促双眉地纳闷着菲拉迪尔菲亚港和诺福克港之间距离500多公里,在短促的时间里,怎么可能由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,况且大副,领航,斯多又没失职,从从控制着这艘船,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。 1990年9月9日,有架飞机降临机场时,机场上的雷达,找不到这架飞机的存在,立即被警卫人员包围,驾驶员和乘客们走下飞机后,马上问,我们有什么不正常?这里是什么地方?机场人员说,这里是委内瑞拉,你们从何方来?飞行员听后惊叫道,天哪,我们是泛美航空公司914号班机,由纽约飞往佛罗里达的,怎么会飞到你们这里?误差2000多公里啊。 接着他马上拿出飞行日记给机场人员看,该机是1955年7月2日起飞的,时隔35年,机场人员吃惊地说,这不可能,你们再编故事吧。之后经过电船查证,914号班机确实在1955年7月2日从纽约起飞,飞往佛罗里达,突然途中失踪,一直找不到,又神秘在线,你相信时空穿越吗?